8月23日晚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初选的首场辩论在密尔沃基举行 前总统特朗普缺席该场辩论 该场辩论有8名共和党候选人登台 其中包括党内支持率仅次于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副总统彭斯等 辩论的关注焦点为美国经济 德桑蒂斯在辩论中将美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 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 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兼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尼基·黑利在辩论中表示 特朗普增加了国家债务 国会删报称 特朗普此前接受了日前被福克斯解雇的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采访 并预先录制了相关内容 据称特朗普在视频中对几位竞选对手进行了驳斥 而该视频在主持人的社交平台上 仅仅发布半个小时内浏览量就超过2200万 FDA日前警告消费者 市面两款眼药水可能发生细菌或真菌污染 应立即停用且不要购买 否则可能承受严重健康风险 危及势力甚至性命 这两款眼药水品名各为Dr. Burns MSM Drops 5% Solution Light AS MSMI Drops Eye Repair 前者验出一种杆菌与一种霉菌 后者验出四种杆菌 不过FDA表示 目前尚未接获任何使用上述两款产品后发生问题的通报案件 但建议任何有眼部感染迹象或症状的人立即就医 总部位于伦敦的Light AS公司并未回应FDA 也未采取任何保护消费者的行动 在此之前 FDA已接连警告大众 好几个品牌的眼药水遭到聚抗药性细菌污染 这些眼药水至少导致全美18州至少数十起感染个案 且有四人病重不治 南加州呈现一家历史悠久 颇受欢迎的摩托车手酒吧 8月23日晚发生大规模致命枪击事件 造成枪手在内的四人死亡 六人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联邦调查局和烟酒火器爆炸物管理局 正在与警方一起调查此事 有关官员说 枪手在走进Trabuco Canyon的Cooks Corner 980 大约有40人在里面 呈现警员在接到多个911报警电话后 几分钟内就做出了回应 24日上午 呈现地方检察官托德·斯皮策 确认嫌疑人为约翰·斯诺林 他是文图拉警察局的一名退休警官 在2014年退休前 为该机构工作了28年 斯诺林是此次枪案四名死者之一 调查人员认为 他是在与警员队治后被击毙的 森林湖居民威廉·莫斯比 对城县记事报表示 持枪嫌疑人是他61岁女儿的前夫 莫斯比称他的前女婿疯了 并没有很好地接受离婚 他补充说 他的女儿经常去酒吧 参加每周的特别节目 他相信其就是枪手挡腕的作案目标 目前 联邦调查局和烟酒火器爆炸物管理局 正在与警方一起调查此事 加拿大新任住房部长 孝恩·弗雷泽近日对外表示 由于住房成本上涨 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限制近年来激增的外国留学生数量 弗雷泽在上个月刚刚接管住房部门 此前他曾担任移民部长 官方数据显示 2022年有超过80万名在加拿大的外国学生持有有效签证 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27.5万 弗雷泽称 留学生人数急剧增长给加拿大住房市场带来明显压力 当被问到是否会对外国留学生人数设定硬性上限时 他说 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选项之一据统计 自从今年加拿大央行表态加息控制通胀以来 主要城市平均房价三个月内上涨了17% 房价上升加上更高的贷款利率 使加拿大人买房变得更加艰难 由于日本政府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 为全面防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食品安全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风险 保护中国消费者健康 确保进口食品安全 中国海关总署决定自2023年8月24日起 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靠ông мод所留下 靠国王友 靠国王avoitt 靠国王部 靠国王